你有什麼樣的感受嗎 因為部落裡面應該滿多 這是水嗎 這是酒嗎 還是這是酒呢 食言差異 聽你娓娓道來 你自備酒精是嗎 這個 濃 白酒 我們那個部落 還真的有一個阿嬤 因為 她有喝兩杯的習慣 可是醫生剛才講說 你的身體狀況 其實已經不能再喝了 你要適渴 兒子就是不能再喝 她就 回去就很憂鬱 但隔沒有多久 那個醫生就過世了 所以只要叫他停止喝酒的醫生 其實基本上就是 活不會超過一兩年 這是一個黑魔法 所以他就繼續喝了 這算都市傳出了吧 那一天 他搬出病的那一天 我們那天喝多了 開心 而且我們早期在做 我們那個酒最早是小米酒 然後它會留下酒釀 小朋友就是靠酒釀在發奶的 所以酒是好東西 幫助人類 這樣聽起來好像滿合理 而且我們又是來自於 部落幾千年的智慧 來 各位 專家們該如何解呢 不過我剛剛講的這些 男女生之間 或是說一般人 她平均酒精複合度 才還是有 每個族群不同的差異 因為像有些族群 它可能是傳統延續下來 所以說它族群的篩選 可能就對於酒精 是比較能夠忍受的 對 長久下來 有個內建的APP 有可能 因為就是不會喝的時候 先被淘汰掉了 對 所以留下來的都是會喝的基因 然後不斷不斷地傳承 然後大家就越來越會 對 你有遇過你的朋友 或者你的親朋好友之間 是有不會喝酒 對酒精沒有辦法忍耐的人嗎 也是有 也有 也有 只是說 她因為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她 她的個性就滿憂鬱的 沒有朋友 這附陸會沒有朋友嗎 對 大家都在喝 然後你說 沒關係 我 我不 你不能喝 其實就沒有什麼話的也可以聊 她慢慢地 患得憂鬱症 很慢 可怕 要練習 生命延續下去 對 幹嘛 因為酒精就是一體兩面 以生理的角度來說 現在酒精其實是被列為 第七大危險因子 就是造成死亡跟疾病的危險因子 這是對健康方面 可是對於心理跟社交 像撒基努剛剛講的 確實如果你每喝酒沒應酬 你的社交會有障礙 可能心情也比較難放鬆 對 所以我覺得小酌是OK 怎麼樣 朱醫師聽說你有這個病人 真的超愛喝的 真的超愛 她以前是個建築師事務所的負責人 她就是以前應酬 應酬習慣了 就喝喝喝到 其實她快要退休的時候 好像那個習慣已經改不掉了 就是餐前必須要拿一杯餐前酒 睡覺前要睡覺一個安眠酒 喝喝喝到最後 奇怪怎麼哪一天 肚子常常不太舒服 肚子大了起來 她也不以為意 中年發胖還是晚年發胖這樣子 結果去腸胃科一檢查 哇 不得了 肝臟就出了毛病 然後她想說 已經到這一步了 她就繼續喝了 有點類似半放棄這樣 其實很快就已經離開了 她要在人生的最後 還是快樂的走 這個是 喝酒的最高景氣 從一而終 可是你這麼推喝酒的話 是你覺得在你身上 有什麼樣的健康好處是不是 其實我這個喝酒 我的體質會跟人家比較不一樣 我比較不怕冷 就是我的耐寒度 然後跟心肺 比較好 我甚至在海拔2500以上 然後就會 其實是我們那邊的獵人就是說 你如果覺得你身體不舒服 投影的時候 高山症的感覺 這時候喝個一 兩杯 那個血液張開之後 復活 當下就復活了 滿血回歸嗎 對 從2000 然後你可以直接跳到2500 不可能是復活的驕傲吧 沒有 那是救命的驕傲 這個應該算是比較特殊的 因為我聽過人家就是天冷 然後感覺冷 然後喝酒就死掉了 對 因為其實 酒精對血管的作用是 會手縮不是張開 所以這是為什麼說 那是啤酒吧 我們是喝高粱 還沒 這都一樣 哥 你是不是要夾酒 你今天是蒸的酒嗎 不是 咱們得找一個理由 是 購買酒會倒啊 我懂 我懂 不過他那個狀況是因為說 我們不管是喝酒或是抽菸的時候 有時候是心臟 他相對會覺得說負擔有點增加 所以那心臟會加速 麻大加速作用 所以就是我們會覺得說 冬天比較有勢 因為我們那種區幹 會比較暖的一個原因 熱起來的感覺 對 會熱熱起來 不過其實要小心 就腦血管而言 他其實是說的 所以喝酒是增加 有一些中風風險的病人 他可能更遭中風死亡的原因 難怪很多人喝一喝就中風了 對 千萬要小心 如果喝完酒 那頭覺得不舒服 脹上了 紅了 這個是台灣人特別要注意的 酒精在我們人體肝臟的代謝 是從乙醇變成乙泉 再變乙酸 可是這個去青梅 有些人臉紅是怎麼樣 就是因為中間這個乙泉 濃度比較高 這代表什麼意思 這個去青梅 它中斷了 比較少 不夠 去青梅不夠的人 他其實乙泉就是會留在體內 其實以前的氧化能力很強 超級自由基 而且還是致癌物質 對 還是世界會社主持的 已經裂成致癌物了 對 所以就是說 如果我們喝完酒之後 我們的臉就會變紅 炸紅 太紅 可能喝一小口就變超紅 像蝦子那樣 這時候就不能逼他喝酒 因為他有可能 酒精的毒素累積太快 他代謝不了 沒錯 他就整個崩潰掉了 所以要勸他 趕快去就醫是不是 是嗎 其實這種人就是不能碰 你要逼他喝酒 不 我們自己都不太夠喝的 我有一個朋友也是喝蜈蚣酒 你知道嗎 他們那個處理的方式 他們外島處理的方式就是 因為外島的蜈蚣都很大隻 然後他就用那個筷子夾起來 然後就幫他洗澡 就幫他洗澡 就是拿那個高度 比較高的白酒沖它 然後再放回去那個白酒裡面 然後你就看到蜈蚣在那邊 動啊 然後我那個朋友就 欸 蜈蚣 哇 我跟你講 這個驅蜂絲 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台灣是島型氣候 這個絕對對你的骨頭是有幫助 然後我想說這一泡 必須得半年或者是一年 它變色 至少吧 哎唷 他就是個酒孟子 蛤 一天可以了 他就喝了 這麼急啊 哇 他好渴啊 哇 他好渴 我說你太渴了吧 哇 現場沒有人敢喝 你知道嗎 不不 那你喝 好 那我就 這一杯我就先走 各位 走了 哇 他真的差一點就走了 然後他第三天回來 我 我看不到東西是正常的 我說 你那個腫的跟熊貓一樣 都腫了好大 我說整個過敏了 整個過敏 好大一坑 我這樣 你看我眼睛有沒有事 哇塞 你那不是眼睛啊 你那是放了一個奶罩在這邊 你知道嗎 緊急送醫啊 送回本島 直接出力了 他還念念不忘他的蜈蚣酒 那從之後 我蜈蚣酒我不敢碰 真的不要碰 他不是塑膠的 他是真的 有毒 可怕 所以真的不能亂入酒嗎 一般來講 蜈蚣他入酒之後 他如果是火的 或者是這種沒有處理好 他有一些毒性的蛋白 我們人可能是對這些蛋白過敏 所以產生非常嚴重的過敏反應 所以說他泡很久 譬如說一年 半年以上 一般來講 我們中藥的入酒的泡法 不管是動物的入酒 或者是植物類的 比如說當歸 紅花 這些入到酒裡面 我們一般都建議 大概做三個月 就會把藥渣撈起來 撈起來的時候 是因為我們在泡酒的時候 很難避免有一些空氣或是雜質 或者是清洗的藥材過程裡面 有一些雜質在裡面 其實放久的時候 它會容易變質的 或者是我們密封沒有密封好 它酒精揮發之後 它其實就沒有所謂 高濃度酒精 去有一點抑菌的作用 所以我們應該要把藥渣撈起來 那個酒才能夠喝 因為有一個最新的研究告訴大家 他就說其實有酒飲的人 他們有六成的人是跟基因有關係 是來自於遺傳的 所以其實你遺傳上有酒飲的話 你自己本身也有可能會有酒飲 當然還是有很多後天的影響 像是如果你從小 爸爸媽媽就覺得喝酒不錯 給你暖身體 就給你喝 或者是我們有看過 有一個滿悲傷的狀況 在國外醫療比較落後 那他這個小朋友很痛 所以怎麼辦呢 這個爸爸媽媽就給他喝酒 讓他止痛 所以我們要來問問 你撒起怒 對 沒有錯 我就是那個悲傷的那個孩子 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 你多少開始喝酒的 我第一次接觸到的那個是 五歲 五歲太早了吧 對啊 為什麼那麼早 就是因為我們住的那個環境 其實我那天是 牙齒痛 對 好痛啊 痛 痛到就得 開玩笑 那個全家人都沒辦法睡覺 是 就因為我牙痛才要人命 然後我爸都說怎麼辦 我這附近也找不到辰藥店 對 然後相公所也沒開了 然後醫院又很遠 那怎麼辦就 就來個 他就弄得一杯給我 我那時候印象很深刻 他就說 孩子 時候到了 不會痛 來 勇士喝吧 然後他說 你不要直接喝下去 你要先漱口 好辣 我那時候第一次碰到 很辣 就是這個辣 它等一下就麻了 真的就麻了 好 把它吐出來 蹲下去了 你怎麼吐 他說 我不知道要放哪裡 好辣 好 那你忍耐 嘴巴不要打開 然後繼續把那個 殘餘的酒精 對 就是在裡面 所以奇怪 不痛了 就真的不痛 然後早上 我牙齒好像還有一點痛 有醫院了 給我去醫院 他以為我還要再喝 沒有 非常悲傷的一個故事 對 好啦 到底就是從小就被告知說 小朋友是不能夠喝酒的 而且小朋友如果喝酒說 腦袋會燒壞 連消酒機都不太敢給他們吃 這應該是有科學根據的吧 其實我們都是說盡量是成人的 而且這個成人不只是 我剛剛一直強調的那個 那個去青霉的濃度 而且還包含說 這個人的身體的重量 為什麼說女生會承受比較少 不只是去青霉比較少 同時他通常女生平均的體重 也比較 也比男生來得輕 小孩子更不用說是他們 第一個他們有些酵素 在這些長大的過程中 還不是那麼地成熟之外 重點是他們是 體重是很輕很輕的 對 所以說我們喝那種什麼 你覺得酒精比較低 可能在他身上 可能作用還是很敏感 你接下來還有繼續喝酒嗎 還是你就有乖乖等到18歲 再喝了 就乖乖等到18歲 就是因為那一次牙痛 我就喝這麼低倍而已 就是那一杯 隔天就去拔牙 對